紅色轎車緩緩開進警局地下室 開車的正是 行政院前發言人丁怡明 但一般民眾 車子可以直接進出警局嗎 他也是正正當當的來 自己來自己走 也沒有保護他 到地下停車 那個民眾如果禮拜六禮拜天來 我們也是有這樣的經驗 丁怡明因為牛肉麵事件 遭檢舉散佈假消息 昨天下午他自行開車到警局應訊 但被踢爆整個過程似乎備受禮遇 老闆姐 各位叫不好車子出路嗎 老闆姐 老闆姐 遠景大動作開到 讓在場媒體全都以為 車內坐的就是丁怡明 大回正猛拍 但最後才發現裡頭坐的是分局長 此局又讓外界懷疑 這是禮貓換太子 想讓丁怡明低調離開嗎 開到你的座車要離開 你為什麼不留下來 我當時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絕對沒有刻意說 哎呀分局長 這台座車是當作在丁的車 分局長強調不是吊虎離山 也不是禮貓換太子 他剛好要出去洽工 真的散佈假消息的事 也絕對會依法辦理 不發中心 我認為我的認可保證 我絕對沒有騙各位 報道